大家好 欢迎收看澳洲新闻 今天我们来到了墨尔本著名的维多利亚大市场 中秋佳节江湖 这里出行了一场野开生命的中秋庆典 现场会是怎样的热闹非凡呢 请随记者提前方你看 热闹的维多利亚大市场里 搭建出充满中国气息的中秋节庆典舞台 装满成中国才神的巨大吉祥物 拿着无数红包 在街上被热情的观众包围 在中午 舞台上迎来了一群可爱的孩子 没有国籍 肤色之分 纯真的孩子先是跟着台上的舞蹈演员 学习传统舞蹈 又穿上舞狮服装 普通萌萌哒的小狮子 可爱的孩子 洋溢的中国气息 这样的经济让所有的在场观众鼓掌叫好 现场还有让外国有人惊叹的吃月饼比赛 惊叹月饼的美味 八个来自澳大利亚 美国 韩国 中国的队伍 比赛谁先吃完美味的月饼 还有去为恒生的沙拉座跨比赛 现场的气氛热闹而温馨 舞台周边满布着中国传统特色的小吃和手工摊子 都让人流年往返 现场的外国人又说道 我只是听过中秋秋节 没想到这么有趣 阅兵也十分好吃 感谢收看澳洲新闻 浙江国际和澳洲记者洋冉 为您发来新方报道